各位朋友们,各位韭菜同胞难民们,大家好啊 今天我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扪心自问 你快乐吗? 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快乐吗? 这个时候许多的韭菜一天崩溃了 大神你啥意思啊? 你问我快不快乐 从来就没有人问我这问题啊 我也不是镰刀,也不是贪官 怎么可能快乐啊? 韭菜你的事项提高了 你终于知道自己是被割的韭菜是不可能快乐了 现在联合国公布了世界快乐报告 我上网一搜,我搜出来了 哎呀,他这个联合国整的这玩意儿有模有样 就这一快乐报告,我原以为,我看新闻,我原以为 他就是弄一个表就完了 我没想到他这一报告多少页? 这一百五十八页 充分证明什么? 这联合国 不干人事? 你现在没事干啊 你就 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啊? 到朝鲜 你拿个话筒问 朝鲜,你快乐吗? 他敢说不快乐吗? 啊? 你到中国北京天安门一问 你快乐吗? 你生活在中国幸福吗?快乐吗? 他敢说不快乐 这联合国我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标准 就是衡量呢? 而且我找了半天 我看看他排名是多少 咱们主要是 哎,有了排名呢? 有了有了 我们主要是什么呢? 要找一下 就是世界第二家 第二大经济体 现在是什么水平 然后还有一个呢 水深火热的美帝国主义 是什么水平 另外再看一下 迫切需要解放的台湾 又是什么水平 咱们就是要了解 要让各位韭菜了解一下国际行情 排第一名的是谁呢? 芬兰 那我们就不看了 前几名咱们就不看了 为啥? 前几名肯定是跟我们没关系啊 这肯定是有自知之明的 直接就往后 看一下美国 16名 这我表达强烈抗议 这美国真是水深火热的国家 怎么可能排名16名 世界第16快乐的国家 美国当场蛮辣検流的 这强烈抗议 真的是强烈抗议 中国一个教授不是说了吗 美国这3000美元一个月 不如中国2000人民币一个月了 好像是这么讲的 或者说是美国2000美元一个月 不如中国2000人民币一个月了 免不聊生啊 美国 我再往下看 罗马尼亚排名28 啥? 这联合国这报告太假了 这罗马尼亚穷成什么样呢 下面呢 台湾排名26 这联合国已经被共匪渗透了 不是被共匪渗透 联合国就基本已经被共匪把持了 为什么呢 中二民共国是五大成人离世国 他被迫又吃了台湾豆腐 说什么台湾啊 叫中国的台湾省 你看看 这又吃台湾豆腐了 怎么天天就耍这些小玩意 台湾还是比新加坡快乐一点 新加坡排名27 我看看排在台湾前面的是哪个 斯诺文尼亚 22米 这纯假的 这不可能 不可能斯诺文尼亚比台湾好 你开什么玩笑 斯诺文尼亚比新加坡台湾 这绝对假 我天 还有意大利 意大利还排在后面 31名 这太假了 不信 这真的是不信 你看把中国排到哪了 通过前面几个我就知道 这个表正不准确 不准 凭什么把水灯火热的美国排在前面 中国排70兆米 我看有没有朝鲜啊 看看朝鲜是排多了 就中国后面是哪些国家 最 这这啥国家 看这一共一百 倒数第一是谁啊 146 全世界有200个国家跟地区 他应该146还没有统计完全啊 这个是什么 阿富汗 这 竟然没有朝鲜 阿富汗的前面倒数第一要是 泥巴嫩 金巴布韦 卢旺达 波兹瓦那 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表我觉得是不行 这个表完全不符合社会现实 你朝鲜竟然没有排进这个榜单 你朝鲜的不绝对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国家 人民啊 你看那个一半集会 演习 那人民子简直喜笑颜开 宁秀一出来 朝鲜的立马就鼓掌 哭了 喜喜而泣啊 中国也要有这个镜头了 因为我看呢 中国那个习近平他就视察 就有一些那些老百姓呢 欢迎习近平也是这样 哎呦 鼓掌鼓掌鼓掌 就那种啊 就那种感觉啊 哎呦 就遭遭手 远远的就遭手 啊 然后鼓掌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一下 生活在中国你就要偷着乐 得要听一下这个 你们就偷着乐吧 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因为这个照理监制我妈的真的是偷着乐 照理监制我妈的 你再看一个再看一个 就生活在中国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压迫啊 但是属于华春莹 这我妈来讲呢 我身经病啊 我身经病啊 这华春莹真的是 你当然生活在中国幸福了 你相当于在中国级别应该相当于县委书记级别了 你的属于吃国家饭 有房有车 你说子女也来美国留学了 家里面估计也有几套房 搞不好 亲戚在国家里面也是当官的 贪污的 你属于助纣为虐 你属于粘刀里面的那种小粘刀 你当然不会感觉到压迫了 你要当个韭菜呢 你要当富士康里面打工仔呢 你要当那个农民工呢 哎我天 啥智商 这华春莹以后 中国如果自由民主了 华春莹要被判刑 而且不能不能把他给说 直接就打死 这绝对不行了 我们自由民主之后都要讲人权了 就要让这帮人活着 活着怎么办 活着就 他不是以前说过的所有的话吗 每天都让他重复 就像小学我们写错字 老师发写 抄十遍 以后 中国民主自由了 就让赵立坚 华春莹这样的人了 每天搞一个房间 这房间让他穿西服 每天就让他重复这些鬼话 吃饱饭了 就天天讲 讲让他吐 就要折磨他 就要折磨他 然后再安排几个群众演员 到时候他在上面一讲 生活在中国 你就偷着乐吧 然后又说什么 中国多么的幸福吧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不是有一些 中国已经自由民主了吗 就在下面看 然后你就可以骂他 为什么 就是活活折磨他 就要让他就天天生活在这种 人格侮辱之下 那监狱都不让他呆 监狱呢 管他挠饭了 到时候的话 他自己出去打工 不发养老金给他 凭什么发给他 让他去打工 干最苦最脏的活 给他最低工资 你就让他苦 你不说生活在中国很幸福吗 现在就是这样 让你幸福一下 你这帮人 都受不了了 你把人民都已经压迫到什么地步了 留意人收入一千块钱 多少人看不起病 妈妈带着小孩子跪在医院门口哭 你就这样 你们还这个什么西装革履 冠冕堂皇 人模狗样 说这啥话 我的天 恶心 当然了 中国又新上来了一个叫做外交部发言人 是个女的 她叫毛宁 我一看这啥意思 跟毛主席 跟毛泽东 毛贼有关系 毛泥 我希望是没有关系 大家看一下他讲了什么 哈佛大学有一项持续了十多年的民调 结果显示 中国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 连续十年超过百分之九十 全球最大的公关咨询公司 爱德曼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 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高达百分之九十一 蝉联全球第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支持 就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始至不渝的为民众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你个王八蛋 你真的是王八蛋 你把人民强奸了还要代表人民说很爽 很幸福 你那么天天压迫人民 你最后说人民 你最后说人民好舒服啊 好爽啊 旧爱啊 这个压迫 这不叫压迫 这是军民雨水情 你这个王八蛋 我天 你腰脸嘛 生活在中国感觉到幸福 多少人想偷路 多少人失业 多少人看不起病 多少人上不起血 多少人喝不上干净的水 多少人天天九九六 每天都要加班 挣了一点点工资 最后说人民很幸福 哎呀 我的天 太惨了 太惨了 我感觉到一种什么呢 我感觉到一种侮辱 一种什么侮辱 就是你明明把这个人给害了 你还要这个人说你好 这就是共产党 你把人家欺负到家里面了 就已经在人家头上拉死了 最后你说 你要这个人说死很香 吃起来像蛋糕一样 就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折磨人家 你怪不得中国精神病多了 你在这样的国家 天天折磨 能不是精神病的 好人也被折磨成精神病了 你包括我 我有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有点精神病 真的 你在中国活了二十几年 你能不搞点精神病 你属于不正常 我真有点精神病 因为我看了这个五奶器 受不了了 真受不了 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人不要脸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睁眼说瞎话 老百姓病都看不起 拍这个视频 拍这个影片 也相当于让我发泄一下 要不然的话 幸亏在洞杉矶 我还可以发泄一下 我要在中国 那只能憋着 憋出病来了 要不然 要不然你咋弄 要不然互联网全给你封了 账号全封 人直接抓紧来 器官火灾了 哎呀 西朝鲜呐 西朝鲜 拜拜